你好,我是香港的甘生子,阿勤 春节快到了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 在2015年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 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 八字,它的准确度只剩八成多 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一百多万种 没有五代十国 十字评的字评八字他们所钱 是唐朝以来的古人算命 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那个念之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心笑 如果我们用心笑来算命 只能谈到神煞 就是我们说的直升和胸升 这是所谓的神煞 其实也是暗年不停的循环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决限 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十神套进去 这是我们说的 笔尖,劫财,十神,三官 正偏财,官杀和正偏硬 你肯定会想呢 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三亿 怎么样也不可能 只有那区区的学者认成 对吗? 华虽如此,新年用心笑来预测来年的认成 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应成为传统使馆 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 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 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 2015年各个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好吗? 说马的朋友有1942、1954、1966、1978、1990和2002年 以列春过后为准 2015年为宜昧、宜卫年、牧羊年所吐的 太岁为阳心大将军 说马的朋友在2014年因为放太岁 而经历非常奔波的一年 不止人时上有波动 连情绪上也有很大的波动 在2015年由于五位三壳就是六壳 壳太岁 因此2015年比2014年稍微平稳 而且已相当好 只是某几年出生的人需要特别留意 例如1966年出生的会比较辛苦 身体感到累 有时候会比较繁草 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1990年出生的人会感到迷路 没有方向 运程最好的是1954年出生的人 数码的朋友因为壳太岁 整体运程都不错 不论是人员逃花和争彩 工作方面也有机会华规自职的才华 感情方面 微风数码的朋友在2015年有机会在炮队里 会找到理想的对象 希望不要错过了 在健康方面 数码的朋友在2014年和2015年这两年 健康都是一般的 但是可以放心的不是什么大病 执行有文昌 穆月 文昌新举文采 艺术也望人员逃花 尤其是从事教育 可出版的 对数码的朋友来说 不是非常有利 穆月是一颗作走违路的心 当他遇到文昌 愧令数码的朋友在文学上和明星上的地位大大提升 胸心有病符和孤城 病符做一些长期的小病 孤城 愧令数码的朋友感到孤独 要是你跟很多朋友在一起 心里边也是感到空虚 要特别留意农历的三五十一颗十二月份 到底还有什么吹急鼻胸法 风水布绝 长期可以浏览我的官网和涂到网 最后祝大家雅年好运 新散四成 身体健康 彩云滚滚来